飞机落地瞬间周遭立刻传出欢呼声 19岁少女罗瑟福德当地时间20号返回比利时 成为史上独自驾驶飞机成功环游世界的最年轻女性 和好久不见的家人还原 一架四口紧紧拥抱着完成历史壮举的罗瑟福德 手拿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笑得超灿烂 他总共飞行五万一千公里跨越五大洲 途经五十二国 但这趟旅程并非一帆风顺 北韩不让接近还算小事 罗瑟福德曾受困俄罗斯冰雪中 要克服零下三十五度低温 还因为菲律宾颱风被迫转向 也遇过印度的雾霾 不过台湾民众最有感的绝对是这一战 去年十二月十四号罗瑟福德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拿着一杯珍珠奶茶 在众多媒体注目下驱车前往防疫旅馆 因为父母都是飞行员 罗瑟福德十四岁就开始接受正式飞行训练 原本只想趁高中毕业的空挡环游世界 没想到意外写下历史 他也希望能借此鼓励更多年轻女孩勇敢追梦 华视新闻的入影编译